担心会失智 所以失智的一个问题 如果已经变成人格改变 这个人不太认识 原来是温文儒雅 现在怎么变成整天 这个骂东骂西的 不过这个讲起来 好像自己也有点这个倾向 这个是不太对的 但是如果登到这个 或者说跟这个社会的一个互动 越来越切断 不愿意去跟别人有所互动的时候 这相对我们知道 这个大概是有问题 需要去这个医院看 但是如果说有一些事情 在这个之前 或者说同时有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 也要特别注意 某些的一个穿着或者是应对 分不清楚时间 季节 场合 某些人见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当然要有不同的应对的一个方式 那以前会做的是 现在做的相对 就好像困难从众的意思的时候 这个我们也要担心 也要去医院看 但是更大家 让大家担心的就是关于健忘 关于记忆的一个问题 常常把东西错放在不同的一个位置 东西会丢掉的意思 然后想不起人民或者是物品 或者物品放在哪里等等这些情形 不过这个有很多 其实是我们老化本来会产生的 但是如果某一些状况出现的时候 这可能就不是单纯的一个老化 记忆的比较稍微薄弱一点的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退化的问题而已 就要考虑到失智 失智的状况就是说他忘掉 而且你跟他提醒的时候他会否认 他说譬如说这个饭已经煮好了 现在可以吃了等等 他会说不是才刚吃过吗 这样的情形 所以我们正常的事情是说 你跟他提醒说吃了是什么 他会想起来到底吃了什么样的东西 意思就是说他还是会记得 你给他提醒的时候他会记得 你跟他讲钱包忘了 他说对 那他跟他讲钱包忘了的时候 我们知道说我们忘掉的东西是什么 里面的钥匙 他如果说也不知道他忘掉钱包 这个就要特别小心